即将登场的农业博览会 规划了相当多的DIY手作课程 其中包含了位于教育专区的幸运米乐瓶 利用石谷米作为内涵 将生活中常见的米粮发挥创意装入瓶中 并且利用客家花布来封口 就完成了独特的米乐瓶 除了趣味之外 也推广食农教育 体现永续发展的重要 专注的用石谷米填装手上的瓶子 国小生借由米乐瓶的体验来生化食农教育 该怎么做呢 在这次农业博览会的教育园区当中 就可以体验这样的创意DIY 利用包含糙米 白米 麦片 红豆 艺人等 十种古类来创作 制造独一无二的幸福米乐瓶 在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下 很多的年轻人或很多的小朋友 行驶不容易碰到农田相关的事物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各位更进一步去了解一下 农业食农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食农教育跟环境相关的一些连结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把目前大家最关心的 最终养生的石谷米 把它结合在一起 弄一个幸运的米乐瓶 一并做有祈福的功能之外 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种方式也把客家发布的部分 结合在一起 除了米乐瓶以外 这款创意游戏 更是能帮助学童们 了解他们日常所吃到的食物 近年来推广回归自然的食农教育 也是农博的重点之一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教育 帮助大家了解传统米粮的识别 我们做的那个牌子 它有环保的概念 然后还有教各位 石谷米的一些作用 然后对身体的好处 米乐瓶是一种很好的概念 因为它会让我们知道 有世界上的米不是只有白米或是苍米 或者是诺小米而已 一般的小孩可能觉得就只有这三种米 可是世界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的米 可以让我们去品尝然后去享受它这样 米乐瓶的创作让学童能在玩乐中发挥创意 透过操作更期望能够串联人和土地的美好记忆 体现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 桃圆有线新闻 陈延任卢竹采访报道